你不想看 趁他不在 趕快看一眼 今天有没有什么急电 我这个朋友上日本回来 前天看了 明天四月份 好想我 我也想你 田姐啊 一下都有两个了 太可爱了 妈 我把我带来的生茶送给你 好 你在干嘛呢 没干啥 我爸找你了吗 我也没看呢 你别骗我了 我爸找你了没有 是我一个姐 她上日本看孩子嘛 因为疫情 你刚刚说你没看 对 你昨天真是看自己跳舞看哭了 行了 你妈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 就是决定执荒关节了 做最对的一件事了 嫁给我爸 那倒未必 我现在不是这么想 非得嫁给谁就是最对的 但妈 你已经跟爸过了大半辈子了呀 最好的事不一定非得是婚姻 你可能觉得你这辈子做最 最大的一件事好事你是做了自己 妈我要哭了 对不对 我说的 你是不是做自己了 不要衣服一身 这次我好像更了解 我婆婆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常常说我婆婆大致若鱼 大致若鱼 她的确在人生经验上 是更有智慧的 我觉得从她的经验里面 你可能也会看到很多 需要成长的地方 累不累 还行 挺香的 那我拿 那我拿 看看你媳妇做的 怎么样 好吃 你们两个合作成功 一会吃完饭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问你呢 这样就问 什么问题 你觉得这辈子 你做的最对的事是什么 最对的事 不是最好的事 最好跟最对是两个概念 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选择了演员来当我的终身职业 如果我没有当演员的话 我不会娶到我童年的偶像 当我的老婆 能过这么幸福快乐的生活 回答得太棒了 我都感动了 可以吗 你这个回答你媳妇和你妈全都满意 那你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吗 那答案是什么 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 不是嫁给你 是嫁给你之后 学习怎么跟你磨合 然后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你懂那个意思吗 我觉得那种一句话能更精准的 来 对 你帮我说一下 回答你的话就是 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就是相信了我求婚的时候跟你说的话 一切都在实现 有道理 好 我很感激你对我的伴侣 对我一些外皮器 一些任性的地方 是你让我明白了 要把爱当成一种信仰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未来的生活 会把我们的爱当成一个信仰 但是我希望那时候给她浪漫了以后 还多少再给她点浪漫好吗 好 你媳妇是属于给点浪漫 你看烂住 我觉得她有成长 对 我的成长 对 你也没那么公主心 对不对 你面对待什么事情 你没有那么在意 网上的那些 说什么什么话了 对 你现在就是 活得很自由 说得很安心 你活得很快乐 这就是当初 我给你资产球能给你的 如果要是什么游艇飞机那些 那就不用选择我了 对不对 那你以后也会给我游艇飞机的 只是我不要而已 咱们俩都跟人家赶不来 我受不了了 进屋里去吧 我把我给你